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疫苗研发透露出一丝曙光 因为这个新的疫苗证实 它可以产生对抗新冠肺炎的抗体 所以美国股市主要就大涨喷出 一度上涨超过千点 真的是一个非常振奋人性的一个好消息 所以这家公司其实在2月份3月份 我们就跟大家追踪过了 它是进度最快的 是美国的国卫院所提供 一起共同合作的叫Moderna 那Moderna这家公司呢 它第一阶段的人体试验 有45个志愿者 真的是非常的勇敢啊 勇者 对勇者 那45个志愿者全部有打过的 都产生抗体 而且其中8个人 他所产生的新冠肺炎的抗体 他是可以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综合抗体 而且更重要的是 整个实验过程当中 其实都没有重大的安全性问题 没有人因为注册疫苗之后 产生什么不适嘛 没有什么副作用 对所以这个第一阶段实验 堪称近乎完美 近乎完美 好所以这是他们的执行长啊 他表示说他们已经可以 已经生产了 可以阻止病毒再复制的这个抗体嘛 而且整个数据是好到不能再好 对而且这支疫苗 因为我们知道全世界现在有很多疫苗 正在研发当中嘛 但是它的进度是领先全世界 是最快的 所以你看美国 包含像欧洲全世界各国 接下来准备要干嘛 5月份复工嘛 重启经济嘛 那这支疫苗 无疑是为了整个经济打入一剂 强新增 真的 而且你看哦 先前不是有瑞德西韦 有解药 那现在又有疫苗 哇那真的太棒了 好那7月份他们准备要开始 最终的一个实验了 那这个莫德纳这家公司 其实你看哦 哇它股价昨天大涨 一天就大涨快20%了 哇 很惊人啊 但是你觉得这样子就很惊人吗 没有 它今年年初才20块而已 20块涨到昨天80块 哇 80块 你看哦 短短不到半年时间 不要涨超过三倍以上 好那再来台湾 其实台湾的高端疫苗 6547这家公司 其实它就是跟这个美国的国卫院 它的开始进行一个研发疫苗的合作 而且也取得全球的授权 全球的授权 除此之外呢 它也有这个快塞试剂嘛 也取得欧盟跟台湾上市的许可 重点是它的疫苗 跟这个莫德纳是来自相同的实验室 对不得了 所以接下来我想这个高端疫苗啊 这个股价涨势也值得大家期待 你看高端疫苗 也是涨非常非常凶嘛 一飞冲天 一路往上追个走高 好那再来呢 道雄昨天是涨911啊 911 911这个数字 感觉到不是很好的数字 但是其实它本来一度大超千点 而且我们从这基础形态来看 其实昨天它是有一个往上的多方跳空缺口 就展现多方的力道嘛 因为前几天比较弱势一点点 好但是这一往上跳 股价就占回了月线 也占回这个季线之上了 好那代表说多方已经有表态了 已经有表态了 可是我们看到纳斯达克科技股 早就已经远远超过了嘛 所以这个地方 它也形成一个多方缺口 算是一个强力表态 那再来半导体 半导体我们看到礼拜五 礼拜一因为这个 晶片股受到重创 因为美国要封锁华为嘛 好那今天我们看到 它往上跳空开高之后 已经把这个礼拜五的跌幅啊 完全都给收复起来 因为它这个大涨4.8% 涨幅相当惊人 那再来台积电 台积电前天不是重挫吗 礼拜五不是重挫 这个超过4%以上嘛 结果昨天又大涨超过4% 又完全把它跌幅收起来了 这么强 对代表说非常非常强劲 已经把那个封锁华为 这个缺口完全都补起来了 好那油呢 你看解封复工之后 油的用量是不是会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看到有短短的 你看这样子在几天 15天而已哦 15天从10块钱涨到32块 哇不得了 你看到15天的这个K线图里面 这个CL 那个原油期货 只有两天是黑K的 太厉害了 几乎天天都是涨嘛 很多人都想说完蛋了 这个6月份的原油期货 会不会像这个5月份一样 又变成-40块 然后结算再-30期 看起来应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啦 那解封复工之后 用量还有包含像这个飞机嘛 开始复飞 那这个油的用量只会越来越多 好那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其实昨天 我就跟大家报告过说 台股它是震荡盘 震荡5月天 其实看法没有改变 指数当然空间比较有限 但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弱中透强 因为我们看到昨天台积电啊 红海大力光包含像什么南电啊 什么金元电啊 什么星星啊 那我好像打到跌厅板 很可怕 滑概股东倒西弯 可是呢 昨天量的没有失控啊 才1894亿 那指数 你看那么多股票呈现弱势 指数才小跌74点 所以我说它弱中透强嘛 而且我认为华为事件 它就是一个政治因素的干扰 短期因素啦 因为川普为了要选举嘛 希望能够把这个焦点模糊 转移焦点 对转移焦点嘛 就是打中国嘛 打华为嘛 希望能够让它支持度变高 那我想重点 现阶段还是放在选股上面 选股上面 你要聚焦在下半年的这些标的嘛 例如说mini LED嘛 下半年的相关产业 我想这个呢 后续值得大家特别来做一个留意 好 感谢Leo的分享 想要收到最及时的财经消息 也欢迎加入Leo的Line App或Telegram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